监视器拍下无人机锁定目标 精准即正 俄罗斯连夜发动空袭 乌克兰多个地区遭轰炸 乌军也立刻猛力回击 俄罗斯出动11架TU-95长城战略轰炸机 6架土拨列弗22M3型战略轰炸机 以及能搭载匕首飞弹的米格31K战机 还有4艘海军战舰 对乌克兰进行针对性轰炸 这场攻击是俄乌开打以来 俄国对乌克兰发动最大规模的攻击 乌克兰基础能源设施被毁 居民被迫断血断电 被轰炸的村庄 车子房屋全都被炸毁 满目窗移 突如其来的空袭造成奥德萨地区至少7人死亡 苏美地区200多户无电可用 对此泽路司机打算做组准备 强力回击 不过就在俄军夜袭无国的同时 无人机疑似不小心惊动到邻国 北约也紧急升空战机阴影 对于俄罗斯这场大规模攻击 美方也有所表态 白宫发言人谴责俄罗斯的行动 并表示会协助乌克兰恢复能源系统 TVB新闻综合报道 一下车炮声隆隆 乌克兰突击旅士兵疯狂扫射 反击位在前线的俄军 另一头 靠述从掩护偷袭前方敌人 因为传出俄罗斯军队在北哈尔科夫 夺下一座村庄 还不断向东南方推进 透过远端遥控无人机 要在制高点抢回战场优势 主要原因就是战况 胶着只能歼灭一个算一个 苏联制多用途两棲装甲车 遭锁定直接化为烟雾 但周一无二双方互轰 你来我往来到近期最高点 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攻击 本周一早不止边境地带 乌克兰15个地区 响起空袭警报 哈尔科夫 奥德萨 蒂涅伯罗等 连首都基辅都被飞弹锁定 俄罗斯发射数十枚飞弹 和神风无人机 起初乌克兰空军发现 十一架图95轰炸机 随后可搭载匕首弹道飞弹的 米格31线中 瞄准的就是乌克兰能源设施 躲空袭苦中作乐 爆炸后基辅部分地区停水停电 邻国波兰战机也迅速升空戒备 不过俄罗斯早在周日清晨 无人机就先闯入乌克兰试水温 乌东克拉莫托斯克 路透社六人的采访团队 预袭下榻饭店被炸成废墟 一死两伤 死者是一名38岁的前英国军人 又有记者命丧战场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说 记者下榻的饭店 是被伊斯坎德飞弹击中 俄罗斯大规模攻击 是为了报复库斯克被攻入 乌克兰月初从东部苏梅 闯入俄罗斯边境防守较弱的区域 乌克兰说攻入俄罗斯是先发制人 而俄罗斯说乌军入侵 苦斯克后就损失超过 5800名兵力数百辆军车 一天就有超过300人阵亡 不过乌军周一又派UJ-26海里 五人机闯进俄罗斯西部 萨拉托夫直接重撞一栋高楼大厦 宛如重演美国911事件的场景 乌克兰网路节目狂骂俄罗斯 俄罗斯老百姓似乎也开始出现不满声音 根据英国独立报报导 民调显示从乌克兰军队踏进俄罗斯本土后 普京的民调两周内下滑3.5% 来到有史以来最低水准 专家认为普京现在颜面尽失 不过俄军究竟要继续攻打乌冬 还是调兵回防边境地区 恐怕得看乌克兰在库斯克 能攻到什么程度 TVBS新闻纵不到 在月光下乌克兰媒体1加1记者 跟随乌军挺进队 对美内茨克拖列子克症 但在进城前乌军驾驶得开启干扰器 只是以进城放眼望去的只有废墟 看不到半个乌克兰百姓 尽管如此战火却没有停歇 乌军在东部对内茨克地区 陷入胶着战况逼不得已展开今年最大规模的撤离行动 但在俄罗斯境内库斯克州乌克兰的入侵行动 却频频传出捷报 乌克兰走痛泽伦斯基在乌克兰独立33周年 的庆祝仪式上更大赞一款国产无人机飞弹 圆面包成功袭击俄国境内设施 泽伦斯基还说未来会对俄罗斯进行更多报复 在824独立日的这一天 许多乌克兰人来到墓碑前 挨到为国捐躯的勇敢士兵们 乌克兰国家边境局还特别制作 独立33周年宣传片 就是为了要提振国内士气 影片当中还特别强调 乌军如今扭转战局 将战火带到敌国境内 俄罗斯总统不清则是会见军队高层军官 讨论该如何应对乌克兰的入侵行动 TVBS新闻综合报道